大家好 我們現在開始做試乘的PPE口罩 這是我們需要的工具跟材料 你可以找PPE的材料 這個材料是我在袋手裡買的 戴上口罩 戴上手套 找一個乾淨的彩色紙 最好是有顏色的 8.5英寸寬和長 然後我現在畫虛線的地方 等一下你要把它 四邊都要把它壓一下 我做個記號所以你會看得到 等一下可以壓 我們要用C的來壓把它固定 好拿布置布 打開 對折 對折你把它 我們剛剛採好的紙 把它放在裡面 對折 對折了以後呢 你就把它多餘的 多餘的 多餘的 旁邊把它拆下來 所以我用原色的紙 因為我可以看得到 從PPE是透明的 白色的透明 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也就比較容易剪 因為這樣的話就比較快一點 好 剪好了 好 剪好了 右邊這個地方 等一下我們要留著用 對著的地方要放 筆梁 的鐵絲 好 現在你要把它固定一下 先不要用針來固定 固定針不要用針來固定 固定針不要用針來固定 會弄一個洞 你主要是PPE 不要弄任何一個洞 好 那我們把它 這個地方是放鼻樑的地方 我們把Sealer拿過來 我用的Sealer是8英寸的 你用的12英寸當然也很好 因為比較方便 那我的Setting是在 2.5秒鐘左右 因為是4層 可能要2.8到3秒之間 看你自己的有的Sealer是怎樣 的熱度是 時間上是如何的 好 我們現在把它 四邊多壓一下 因為 用Sealer是因為這樣子 它4層不容易滑 你縫起來也可以 但是 你要全部就是在把它縫4層也可以 但是這樣看不到線 你可以直接就把它固定了 不會滑來滑去 就好像 像 平常的 另外一種口罩 就是口罩也是 那個市面上的口罩 就是用 Laser Seal的 但是我沒有 就是先把它用這個固定下來 好 固定好了 固定好了以後呢 在你的右手邊是 放 剛剛我們 在對折的地方是 放鼻梁的地方 鼻梁的鐵絲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對折的那一條線 那一邊 我們用對折的方法 很方便的 很簡單 對折以後你做一個記號 然後呢 在對折的地方呢 我們把它捏一下 往下折 往下捏 差不多一公分左右 或是就是唸一下 少於一公分左右 然後呢 你下面跟上面都要對折 對折 下面往上對折 在中間那條線 做一個記號 然後呢 下面也是往下折 往下折 一樣的方法 跟中間一樣 往下折 一公分左右 Less than half inch左右 那固定一下 不要用針 記住 好 然後呢 上面往下折 中間那條線 上面往下折 做個記號 也是一樣的 一公分左右 好 現在我們已經折好 做好的記號 三折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拿到 在拿到Sealer Now 上面再固定一下 這樣就不會容易容易 你也可以直接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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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拿來縫起來吧 先把四遍縫起來 直線而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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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缝起来 然后呢 上面呢 我们也把它缝起来 笔梁的地方要把它往下折 差不多也是一公分左右 这样会固定下笔梁铁丝的部分 固定好 下面 就是在下方也要折下来 也是一公分左右 然后把它缝起来 极限而已 所以上面下面 左边右边所有四方面都要把它对折 这些对折 把它折下来以后再缝它的边 把它缝起来 左边右边也给它对折 我们等一下要放 然后再放上一些�郭笔梁铁丝 然后再让它缝起来 我先把鸡蛋放在一起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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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现在我们完成了 完成了这个缝旁边四边的口罩 现在我们把elastic放上去 6寸,elastic是6寸 6寸是刚刚好 稍微留着前面的那一部分是固定的部分 差不多一共一公分左右 就是上面跟下面的地方 你在固定的时候留着那一部分 那6inch是因为这是1A的elastic 你要是用比较宽一点的 有时候它的程度会比较 松缩程度会比较紧一点的话 你就要留长一点 不过大部分的elastic 我试的都是差不多6寸到7寸左右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8.5 8.5厘寸的口罩 那这个口罩做下来以后的size 是跟平常的医用口罩的size 是非常相似的 好了我们做好了 现在我带的就是这个 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谢谢